京都市位于日本中部的一座城市 人口147万,只有东京人口的十分之一 整个城市被雄伟的大山三面环绕 美丽的鸭川河从城中流过 春季河道两岸樱花盛开 多数街道围东西走向或者南北走向 像豆腐块一样将整个城市划分为一个个街区 大小街道路面干净整洁 街道两旁布满精心装饰的商店 京都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公元794年,日本皇武天皇将首都迁到了这里 从此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长达1000多年 一直到1868年,明治天皇将首都迁移到东京 京都的建设效仿中国古代的长安和洛阳 整个城市分为左右两个对称的部分 并分别以洛阳与长安命名 天皇居住的皇宫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 城市格局同中国古代都城十分相似 悠久的历史使京都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 京都北区的京阁阁寺建于公元1397年 它是一座精致的佛教禅宗寺庙 整个寺院建在精美园林中 寺内主要建筑设立殿以金箔装饰 在阳光下放出金色光芒,世上十分罕见 京都东山区的清水寺始建于公元778年 距今已经有1200年历史 这座寺院供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牵手观音 寺院拥有三丛塔、钟楼、金堂等大小建筑 清水寺内有座小瀑布 清水缓缓流下 很多人不远万里来这里品尝清水 京都中京区的二条城建于公元1603年 日本历史上的江户幕府、德川幕府等时期 这里曾是日本的首府 是日本的政治权力中心 二条城建筑精美 庭院布局巧妙 其中二支玩意店内铺设了800叠的榻榻米 已经成为京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京都最著名的古迹 当然是京都皇宫了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 这里一直是天皇的宫殿 皇宫内有大殿十处 堂锁十九处 还有一座美丽的御花园 皇宫内还收藏着历代天皇墨宝 书画等极为珍贵的文物 京都悠久的历史 独到的日本文化 丰富的历史古迹 使京都成为了解日本历史 欣赏日本文化的绝佳地方 从2008年起 每年造访京都的日本和外国游客 已突破5000万人 入京都庆佳地方 最后香港的经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